大家好,今天用南瓜搭配着鸡蛋 做一个最近很火的做法 听说饭店卖188一盘 在家做,长版不到5块钱 好吃又实惠 跟着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先把南瓜的外皮给削掉 秋季的南瓜最是香甜好吃 不管是煮粥,做馒头都非常的美味 喜欢吃南瓜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啦 南瓜皮削掉以后把瓜瘾给取出来 里边有这些南瓜籽可以洗干净晒干 做种子也可以直接像当做瓜籽这样啃也很香的 不要浪费啦 南瓜去皮洗净改刀切长条 然后再切小块 切得小块一些更易蒸熟 南瓜切好装在碟子里面摊开 起锅把南瓜放进去 开上盖子 开起大火蒸15分钟 现在趁着蒸南瓜的时间 准备一些料头 蘑菇洗净先切薄片 然后改刀把蘑菇片切碎 蘑菇碎切好中叠备用 再来小半个青椒 砌子洗净后先切长条 然后改刀切成青椒丁 切好中叠备用 再来几个齿青椒切成胶圈 如果不吃辣的朋友可以用干茄或者胡萝卜代替 切好青椒装在一起 接着准备一个碗调料汁 加半勺的甜面酱 半勺排骨酱 一勺生抽 一点点鸡精 一勺蚝油 半勺玉米淀粉 倒入小半碗的清水 把所有的酱料化开 拌均匀 别忘了放盐 盐一点点就够了 充分的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备用 最后南瓜已经蒸了15分钟 关火打开盖子 把南瓜蒸到像这样 用筷子能够轻松的搓透就可以了 先取出来 把南瓜倒到一个大碗里好操作 然后直接用铲子把南瓜压成细腻的南瓜泥 蒸软烂的的南瓜非常好操作 随便这样一压一碾 就成了南瓜泥非常的细腻 然后往南瓜泥里面打入三个鸡蛋 用筷子把鸡蛋和南瓜泥充分的混合均匀 加入适量的葱花来增香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 这次搅拌均匀 面粉少量多次的加能够好的掌握南瓜鸡蛋糊的粘稠度 搅拌成像这样细腻粘稠没有面疙瘩 提起筷子面糊晃冻留下的状态就可以了 记得起锅热油 把南瓜鸡蛋面糊倒进去 用铲子铺平整 开启中小火慢慢烙制 烙制的过程中可以适当的晃动晃动锅底 使得南瓜鸡蛋饼能够受热更加均匀 烙制三分钟后来看看 这个大饼的中间鼓起了一个泡 说明底部已经定型了 这回翻另一面 开中小火把另一面也烙定型烙熟 把南瓜鸡蛋饼冰满一面也烙上五六分钟 用铲子按压 不塌陷不回缩 像这样子就熟了 关火先 烙熟的南瓜鸡蛋饼盛出来放在碟中 像现在这样就可以直接切小块吃了 看着就很诱人 但是接下来再浇购一下 美味翻倍哦 这次起锅热油 下入葱白 先把葱白炒出香味 然后把香菇碎倒进来 把香菇炒软 然后倒入青红椒 把青红椒炒至断生 然后把刚刚调好的料汁倒进来 转大火把料汁煮开 煮至粘稠 锅里的料汁煮开以后 把刚刚煎好的南瓜鸡蛋饼放上来 焖上三分钟 让南瓜鸡蛋饼入味 把汤汁收浓收紧 像这样就可以关火入锅啦 美味的酱香南瓜鸡蛋饼就做好啦 吃着有着南瓜的清甜 酱香味十足又香又好吃 是非常不错的一道菜哦 学会的朋友快动手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